我国军事装备送遭美国维修再传延档问题 神经部查核中美军事代表团财户执行状况时 发现了许多我国送遭美国原厂维修的战机跟军事装备 都因为面临骚失性伤员问题遭美国拖延 甚至还有两年没有运回的维修项目 对此国防部强调将会积极的催促并且紧盯进度 国军战机身后拦阻敌军威胁 镇守第一线鉴定防卫国家安全 支持我国许多老旧军机与装备 经常给送回美国原厂维修 如今却传出面临消失性伤员问题屡遭拖延 审计不去年前往美国查核驻美军事代表团财务收支情形时 就发现我国发架输总金额达到19多亿美元的军事维修案 已经支付了9亿美元 但目前却只有7亿美元的维修项目从美国运回 美方跟当面坦承 部分我国所使用的装备在美国早已出役 因此零件筹捕遇上困难 进度严重延档 还有部分装备送修长达两年 迟迟没有交回 怎么会有两年这个时间上面是不是合理拖延 到底是原因是什么 我们国防部有没有主动的掌握 维修然后送到美国 第一个是运送的时间 那第二个是又要确保说 这一些我们的装备在美国原本就有相关的这些型号 他们才可以协助来去修复 所以这样所需要的时间就只是蛮久的 维修延档造成疑控影响国军战力 国防部强调将积极催促 不过台美均受密切 美台国防工业会议 九月就将在美国费城登场 据是专家也乐见 借此讨论如何调整两国合作模式 即使取得了授权 那么生产的成本会比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进行双边的对话 来找出方法减低这种成本 面对中共威胁 找出与同伙伙伴 适当的合作关系 也是政府当务之急 建材统杨文豪台北网到